大家好,欢迎来到全联,我是穷哥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泰国新出的恐怖电影《零事》 影片开头,女主正在四处打电话抽签 她的女儿患有严重的眼睛 如果再不马上治疗的话,很有可能会转为市民 就在女主一筹莫展的时候,眼镜叔出现了 眼镜叔声称自己是女主爸爸的朋友 此方前来是壮貌,喊她回家继承家产的 女主的父亲是一名艺术家,生前创作了很多的画作 其中有两幅价值百万的美女画像 便是她必胜英语无药的作品 但不知道为什么购买了一号美女画像的人 后来就杀光了所有的家人并自强了 离世之前她在画作前留下了一张纸条 决定将画作访还给女主的爸爸 所以现在这两幅价值百万的名画 就自然而难得继承到了女主的首领 眼镜叔告诉女主 现在人民富翁愿花高价将两幅美女画像全都收走 不过在这之前还是需要女主的同意才行 而女主为了能够筹到钱制好女儿的影集 当然是想也不想立马答应了 只是这两幅画像现在还有些例放 他们需要在卖出去前将其修复好 恰巧的是眼镜叔的儿子刚好就是一名艺术修复师 而在女主和眼镜叔交谈的期间 小女儿便由管家阿姨负责照看着 正当小女儿站在窗户边的时候 一条红色的布条就突然落在她的脖子上 管家阿姨看到后神色明显慌张了起来 她抚述收走布条的样子让人不惊感觉 这种房子似乎还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夜里管家阿姨独自带着那个红色布条来到了树林里 并将其牢牢绑在了一个树桩上 然而没有想到就在她准备离开的时候 那个红色布条就像被什么操控的一样 突然紧紧拉住了管家阿姨的脚踝 另外一遍沉睡一尊的女主做了一个可怕的恶猛 她闷到自己的小女儿被什么东西给抓走了 进行之后她便立马转身 结果就发现原本躺在自己身旁的女儿真的不见了 女主连满在屋子内外大找了起来 而此时的管家阿姨也回到了屋子里 受伤了脚踝上还绑着一群笨蛋 得知小女儿失踪后 她便决定和女主分头去周边寻找 就这样女主来到了画作收藏室 正当她在里头大声呼唤女儿名字的时候 一个鬼影突然蹲了出来 并用白布盖住了她的头顶 等女主好不容易从收藏室逃出来后 男主便带着小女儿出现了 原来刚刚独自在森林里 游弹的小女儿差点遇到了眼镜所 好在关键时刻男主一把救下了她 男主告诉女主自己是眼镜所的儿子 是来帮她修复画作的 不过由于太过于着急 女主还没有跟男主道谢 便直接教育起了女儿 结果女儿却告诉女主自己 并不是独自来到森林里的 而是跟着一个带着红色领镜阿姨一块来的 不过女主下意识地以为女儿在撒谎 就没有把这番话当真了 回到家里女主才和男主商讨起修复画作的事 为了能够赶紧把画作修复好 谈话结束后 男主马上来到了收藏室 除了发现画作上的裂痕 都在女人的影镜上 她还在旁地上发现了许多女人的照片 随后男主就立马找到了女主 打算跟她戏谈一下画作的破损情况 然而女主在看到这两幅画作后 神情立马紧张的起来 就在男主把一号画作中的凹块清理掉后 令人惊讶的一幕出现了 那个凹块下面竟然是一只眼睛 显然一号画作的下面 肯定隐藏着另外一幅画作 尽管男主一直试图说服女主 把画作撕开一探究竟 但女主却迟迟不愿这么做 感受到女主的不安后 男主就告诉她 这两幅画就像门娜丽莎一样 无论屋内的人走到哪里 都会莫名的感觉画作中的双眼 在一直注视着注警 随后她就让女主试着 盯着画作中的眼镜 在收藏室内走动起来 结果没有想到 女主盯着盯着 画作中的眼镜 竟然突然转断的位置 吓得女主直多说 回到家后 女主就在大厅里面 发现那张儿子的画像 结果跑上楼 并发现女儿和管家阿姨 正在那个出镜里面 帮着她儿子的物品 女主气得直接把女儿 拉回到房间里 然后自己躲在厕所里冷静 与此同时 她的脑海里还不断地 涌现一些 儿时看到的可怕画面 就在这次 房间里突然传来了 女儿的尖叫声 女儿告诉她 床底下还有一个人 但女主确实一脸不相信 就在她俯身查看 床底的时候 房间里的光线突然暗了下来 一旁的灯泡也开始忽闪忽闪 紧接着 她就看到一个 样貌瘦的怪物 正在抓着自觉的女儿 还没有等她反应过来 一双手又突然从背后 紧紧地锁住了她的脖子 并将她用力往后拽去 等那双手终于松开 女主的脖子后 女儿身旁的那个挂也消失了 女主立马带着小女儿 充足了房间 一路跑到了楼下 然后就刚好遇到了前来的男主 男主安抚好两人的情绪后 就拿了一条脚链送给小女孩 说是这个脚链的订单声 可以驱走可怕的恶魔 而女主在看到男主这么有耐心后 也终于变得和尚了不少 随后她在男主的鼓励下 带着女儿一起走进了收藏室里 不过进来后 女主就立马把女儿带到了脚链里 让她千万不要直视那些画像 然后自己才慢慢找到了那副 一号美人的画像前 只不过此时的一号美人画像 已经被男主给撕开了一个小洞 而那个洞内竟然是一个男人的脸 女主告诉男主 这个男人就是那个之前的买家啊 很显然 他一点不想要深究这幅画里头的秘密 只是想赶紧离开这里 但偏偏在男主开车带他们离开的时候 车子突然就熄火了 紧接着 有什么东西突然击碎了车窗布里 等女主回头查看时 女儿已经不见了 女主和男主立马开始分头在森林里寻找 尽管两人都一直能够听到那串铛声 但因为天色太黑 森林太复杂 也始终没有找到小女孩的身影 直到兜兜转转了好几圈后 女主才终于找到了女儿 只不过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抓住自己女儿的人 竟然是那个广家阿姨 广家阿姨告诉女主 自己也是迫不得已才这样做的 因为她好像一直在受着什么东西威胁着 除非女主愿意自我牺牲 不然连连的就得是这个小女孩 正当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 男主突然从后面冒了出来 袭击了广家阿姨 把小女孩给成功救了下来 随后三人又回到了那个收藏室里 然后就在女主跟男主大声斥责那副美容画像的时候 收藏室里的灯光突然暗了下来 等光线恢复时 小女孩就像被什么东西给附身的一样 开始说一些奇怪的话 与此同时 那两夫美女画像也突然自己狮裂了起来 还不等两人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招摸的小女孩就突然朝着女主扑了过去 看起来就是一副想置她于死地的模样 幸好女主即使一个诱钩拳 这才成功从女儿的魔掌下逃得出来 与此同时 男主也发现了那两夫美女画像下藏着的秘密 就在两人直勾勾的盯着画像的时候 一个长相可怕的女人突然从里头冲了出来 开始不断的吓唬着他们 也正在这关键的时刻 银镜叔出现了 女主看到银镜叔就好像看到了救命稻草一般 他立马请求银镜叔带着他们母女俩离开这里 老我没有想到的是 原来一只待在他身旁的男主 竟然才是真幕后的大宝石 他根本就不是银镜叔的亲儿子 男主把女主和银镜叔都绑了起来 并从银镜叔的口中得知 这两幅画作的真实由来 原来画作中的那个女儿 正是男主的妈妈 而前面说的那个买家其实就是画作里的另外一个男人 为了给自己的母亲报仇 男主便把出现在画作中的几个男人全都干掉了 而女主之所以会这么害怕这两张画作 也是因为她小时候曾经不建议撞击了那个女人 被自己的父亲吊打的模样 这在她的心中留下了远远的阴影 看到男主毫不留情的把银镜叔也干掉后 女主更加的害怕了 但其实男主就是他同父异母的哥哥 也是他儿子的玩伴 两人的关系曾经非常的好 可女主的妈妈为了不让儿子的女儿 发现这个其中的秘密 就故意欺骗他 告诉他男主和他的妈妈都是坏人 不让女主再跟他们来往 而在父亲将男主的妈妈用红色布条掉起来的内网 男主也曾经冲上前强力阻止过 但无奈那时候的他毕竟还是个小男孩 谁也无论花再大的力气 也还是没能成功救下自己的妈妈 不过让他记忆深刻的是 那时候的女主明明也听到了他的呼救 却始终出力在云地 没有上前帮忙 最后甚至还跟着他的妈妈一块跑掉了 更为过分的是 在那晚之后 管家阿姨还带着人直接把男主和他的妈妈 丢到了山林里 往他们的房子里丢眼镜蛇 而男主心中的恨意也是那时候爆发的 他看着女主崩溃的模样 心中奉恨极了 为了报复女主 他也找了一条眼镜蛇 打算对女主的女儿下手 让女主也感同身受一下心爱之人 在自己面前死掉的痛苦 结果没有想到的是 男主自己反而先被眼镜蛇给咬了一口 就在男主跟时做斗争的时候 女主趁机拿到了掉在地上的湄公刀 最终挣脱了束缚 便立马跟男主斗争了起来 不得不说 女人强大起来还真的是不容小觑 没有商量一下 女主就成功将男主给击了 紧接着 他又直接一把火 将男主和收藏室都彻底烧了 然后才带着女儿逃离这里 而影片的最后 也公布了女主父亲的真正实音 是她在某天晚上遭到了男主妈妈鬼魂的抱负 也被一根红色的布条给吊死了 而这一切只能说都是她最有应得吧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